大家好 这块料子并不是很大 咱们用手就给拿起来了 从大概中间位置切了一刀 或者是以某一个大面切了一个手镯位 这一刀甩进去以后 大家来感受一下有没有什么惊喜 整个石头来讲的话 大家已经看到了 对吧 好像化了 比较厚的物材 里面有肉 肉还发黑 但是发黑不代表就是冰种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整块料子你们注意看 和上一个视频的颜色来放在一起 做一下对比 注意观察 这个肉质 这个种水 还有这块石头的颜色 如果相互结合在一起 那价值会不会提高很多 但这就是翡翠 要接受它的频繁 接受它的现实 人生也是一样 没有完美的事情 那么对比完以后 咱们来说一说这块料子的本身 石头皮刻上 注意看 白的地方是稍微擦过一下 上面呢 你们注意看 黄白中间好像有点淡 淡的一种颜色 有没有发现 打灯的时候也会发现有这个颜色 按皮刻表现来讲 按理说 这个下面应该是会有点飘花 对不对 按规律上来讲 但切开以后 它整个料子的底调来讲 它不是白的 对吧 有点你说它偏灰也行 说它带点底色 也说得过去 整体来讲 化是化了 起活效果 充其量也就是个落化吧 高也高不到哪里去 但至少它化了 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 你们觉得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